透过监视器画面可以看到 白色轿车越开越旁边 慢慢偏离车道 接着呢就像打保龄球一样 插撞到路旁 停在停车阁内 一整排的机车 我们先带您来听一下警方访问 车过现场一片凌乱 机车东倒西歪 车壳零件散落一地 还有的连车牌都已经被撞掉 警方表示54岁的成型驾驶 疑似没有注意车前状况 才会擦装到路旁一共8辆的机车 而之后呢也对驾驶进行九侧 九侧值是零 而驾驶自己也坦诚 是因为太累了 睡着了没有注意 才会擦装到路旁车辆 而这下呢得赔偿这些车主的损失